因應2011年12月通過的人體研究法第15條指出 以原住民族為目標的人體研究 應該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 並由原民會跟衛生福利部訂定相關辦法 因此原民會與衛福部在今年元旦 正式施行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 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 2月19號邀請學術界與醫學界等相關單位 舉行說明會 這個獎金活動那參與的對象 也絕大部分都是學術機構 甚至是學術機構裡面IRB的一些成員 希望能夠讓台灣的學術界能夠熟悉這套制度 甚至針對這個制度未來的運作 那麼進行一些意見的交換 過去曾有中研院設置台灣基因體資料庫 引起原住民族團體抗議 還有馬街醫院採集族人拖曳進行研究 卻因為沒有告知完整研究目的引起爭議 如今針對原住民族為目標群體的人體研究 相關辦法出爐 醫學界表示終於有法可循 人體研究法在2011年底制定之後 關於原住民的研究有特別的規定 那這幾年來我們都一直等待這個執法的公布 所以原民會跟衛福部終於制定好執法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想了解要怎麼執行這個規定 此季大學副教授一貌俗密表示 醫學研究雖然出於善意 就是形象上會不會產生影響 原民會表示今年預計會在北中南東 辦理六場說明會 讓台灣學術界首席原住民族人體研究 相關辦法的申請流程 並加長原住民族研究倫理的提升 記者烏馬斯大陸新北市新莊採訪報導